北市血诊个案16486的孩子 就读万华区某幼儿园 全员仍然照常上课 但孩子在26号的抗体检验 竟然是阳性 代表曾经染疫过 同校超过百名师生 指挥中心却没有强制筛检 小孩毕竟在这边上课 万一感染了怎么办 会希望他们全部筛检 当然是最好 那如果筛检出来是阳性呢 还不是一样在家隔离 会送去医院吗 医院量能不够吗 就所万华区幼园 第一阶段筛检 学生家家长 目前阴性27人还有16人 结果尚未出炉 26号再造册99人 准备第二阶段筛检 会让大家又开始紧张 就是因为证明 案16486 44岁男言救生的 5位同住家人 10月25号PCR阴性 隔天PCR虽然也是阴性 但5人的抗体竟然都是阳性 代表全家都曾经确诊 却不列入暗号 筛检S抗体若是阳性 代表是注射疫苗产生 若是N抗体阳性 就代表曾经染疫过 疑似检出 从染疫到生成抗体 大约有1到3个月 这段时间 确诊者所到的研究所 同住家人 还可能到工作场所 市场 诱缘等等 这些引擎传播链 可能还会继续传播病毒 捐血的样本 阳性减出率高很多的话 万华事件中 都影响的层面很广 我们社区里面 有引擎传播链 机会是有 但是它很小 李斌已承认 台湾社区 还有引擎传练 未被找出 但指挥中心 没注意感染源 找不到传播路径 本土佳林 是否是真实数字 恐怕打上大问号 记者杨师是曹昭元 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